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最近綠營當中的音隙真的是動作頻頻 感覺上面特別是衝著蘇貞昌的動作 特別特別的多 所以昨天在交通委員會的時候 當然這一陣子大家都知道 為了宜蘭選址選在什麼地方 鄭國會跟蘇貞是已經槓上了 不過陳明文竟然也好像 像是地下院長一般 昨天在質詢的時候又再次提到 給了一個dayline 如果王國才搞不定就請他下台 我們先來聽一下 也就是我要逼你10月5號以前 你要勤跑宜蘭 你要平息地方對這一個站子的一個爭議 爭論甚至於爭吵 把整個這個氛圍壓到最低 讓你能夠有時間的空間去把站子討論出來 這樣可不可以 我現在都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的交通部 在這個財務室 又多出了兩個方案 真的是大家好像全民爭笑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們除了這件事情 讓大家覺得說 不知道這個交通部在幹什麼之外 張景深我們的政務委員 他竟然也出來PO文 他有感而發 他說就是這個陳柔敬作家的這個事情 讓他非常有感 因為我們每年因為交通而死亡的人 是三千人 他是不是就暗指交通部都沒有在做事情 其實他跟這個蘇貞昌 他雖然罵的是交通部 也是為了要衝著蘇貞昌 因為他上回就是為了太魯閣的事件 就槓上了蘇貞昌 他說太魯閣事件的總體檢報告 有送上去 但是就是有人沒有核 甚至這件事情還讓蘇貞昌 在這個蔡英文面前 當時三個人在場的時候 還這樣嗆這個張景深說 你對我有什麼意見 這真的是鬧得非常的難看 但是交通部到底在做什麼 交通部在這個地方 大家發現交通部最近 印出來一本守護大海的人 這個突然間兩千本通通銷毀 為什麼銷毀 因為舊版上面有寫發行人林佳龍 剛好發行時間點是四月底 也就是四月初那時候 有這個太魯閣事件 有太魯閣事件 到了四月底的時候 怎麼還有這個前朝的人 所以王國財就覺得說 不行不行 我們要重新發行 所以花了三十萬去印製的 全部都銷毀 後來他第一時間還說沒有 沒有銷毀 後來被人家發現就是有銷毀 人家作家還在講說官威好大 那就照著大官要的做吧 那真的是神走茶樑 為著有林佳龍的發行人 以及他有在裡面有提篇這個內容 這樣子就要全數銷毀 交通部只會做這些事嗎 但是除了看交通部之外 其實看到的更大的是 現在綠營的茶壺內的風暴 怎麼鬥成這個樣子 永延會跟這個 應該是說鄭國會跟英系 已經好像是合在一起了 這邊我們的字幕有錯誤 鄭國會跟英系 好像現在大家已經要團結一致了 新蘇系是另外一派 但是永延會現在在官網就看 我到底要靠向哪一邊 所以你每一件事情 你去看背後 原來現在綠營的鬥爭 已經都已經不演了 都開始了 亮哥 林佳龍本來就一直 他當部長的時候 就一直被蘇貞昌打壓 這個是公開的秘密 蘇貞昌就是擺明 跳過林佳龍直接跟王國才接觸 王國才那時候是次長 所以最明顯的表現 就是在太魯閣案 林佳龍他們要把台鐵的 檢討報告要公開 那就是被行政院押下來 所以那個時候張景森 不是寫了一個臉書嗎 所以就把這個事情掀開 所以基本上就是 所以王國才本來就是 蘇貞昌的人 那現在扶政之後 又連動引發出另外一個事 因為王國才突然之間 就說宜蘭高鐵站那個站址 要重新評估對不對 這個案子也是在林佳龍任內 大家大概就已經有共識 就是在宜蘭 你怎麼突然冒出一個事成 可是突然之間交通部 王國才最近不是說 奪出了第五案 第六案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總統府有介入 基本上事成這個案子已經沒了 對 那現在是在 因為林芝蓮希望在 那個縣府中心那邊 然後游錫坤跟陳歐波 陳歐波是宜蘭的立委 希望是在宜蘭 這兩個地方是這樣只距離四公里 所以他們大概要在 這兩個地方的中間 變成宜蘭新站 就是第六案 聽說這樣子 可以節省增地的費用 因為它大概還是屬於計畫 都市計畫區的用地 所以增地就不用花那麼多錢 因為你如果是在宜蘭 或者是在宜蘭縣府中心 那個地都比較貴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已經得到一個折衷 那蘇貞昌那個 四成那個方案已經被KO掉了 目前就是這樣 所以你才會說 他們是不是集結起來 那把蘇貞昌這一次 想要把宜蘭高鐵 改變到四成這個案子 是 基本上就是被KO掉了 對啊 所以感覺起來 現在一波又貧 一波又起 當然每一把劍 好像戳過去就是送的蘇貞昌 這裡剛好有集中在王國財 跟蘇貞昌這條線 對 因為剛好就是林家榮走了之後 那就把過去的恩怨 還有目前的一個 大家之間 有一些互相的不滿的部分 都曝光出來了 對 其實最近林家榮的聲音 也是不少 有人在講說 林家榮是唯一負責下台的 這個官員 突然好像逆勢 由黑翻紅那種感覺 但是也勾出了這一個 蘇貞跟這個鄭國會之間的恩怨 包含了我們講 英系已經站在鄭國會這一邊 新蘇貞現在鬥成什麼樣子了 鄭老師 我今天看你們這個題目 然後就看一下新聞 忽然間精神一震 覺得台灣有救 為什麼呢 後來看好像不是 為什麼台灣有救 你看看 我一直的理想就是說 三權分立裡面 立法院就是監督行政院的 你是對事不對人 你不可以用顏色來分 你今天是民進黨的立委 如果民進黨的政府 行政部門導行逆施 你就叫秉公執行 結果我今天看到了 我平常很瞧不起的陳明文 剛剛做了一個最好的示範 他今天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去執行王國財 叫他要負責任 要不要叫他下台 太典範了 真是典範 我吐 我告訴你 我當然是反諷 他是在什麼意思 王國財 你怎麼把這個事情 搞得越搞越大康 這種事情本來是大家分章 秘密大家弄就好了 你怎麼沒有喬好了 不但沒有喬好 爆開 爆開 全政府以路已經該弄了 這個對我們民進黨不利 是 這才是重點 他不是對老百姓有利去監督 是對他們民進黨不利 趕快要蓋下去 結果前一波叫他去處理 結果本來四個站 已經鬧不清楚 現在變成六個站 所以陳明文的說 不但沒有擺平 還搞出更難看 所以他才給他警告 再給你到11月15 要不然叫你下台 我還以為是真的為了老百姓 要求官員下台 態度強硬 是個盡責的立委 根本就是個最糟糕的立委 所以他其實是替蔡英文來講話 因為他是英系代表 他為什麼不去問 為什麼今天擺不平 到底裡面有什麼內幕 先該來 該懲罰的該懲罰 該處理的處理 然後該貪污的那些 不應該把那個 要為地方建設 高鐵該設在哪裡 尊重專業 怎麼可以喬來喬去的 你陳明文 你本身就是最大的喬王 我告訴你 你最知道裡面的內幕 最應該演得多下 忽然間在那邊監督 警告立委 警告官員 真是民主的最大的顛倒跟反諷 我剛剛反諷你們不要 真的 照說你正辦就應該這樣子 而且你質詢的議題 為什麼內幕搞成這麼糟 把內幕掀開 要不是趕快遮 趕快蓋 限你幾天之內 馬上把它熄火 因為這對他們繼續弄下去 對他們民進黨不利 所以我今天就一直拍掌說 這他們內訪 不要講說共和陰謀 不要講說藍綠二鬥 民進黨自己內鬥 這個他看出民進黨的本質 第二個新聞 我一看我也是 心情大喜悅 覺得台灣有希望 就是我們張景深 他學生時代我就認識他 搞無助運動 我就認識他 他竟然講說 台灣一天死三千個車禍人員 傷心 痛苦 這一點太合我的意思 台灣每天死這麼多 這麼多的車禍 實在是不是一個進步國家 張景深竟然發言 可是我一看新聞的內容 原來是這一陣子 這個禮拜 有一位作家叫陳柔進 發生車禍 是他的朋友 這個陳柔進是個綠的 他就感慨起來了 因為他這個朋友死了 這是我們在講 陳中成 然後西斗印的黨 有死到他們的人 他們就在乎 果然是這樣子 陳柔進車禍 我們當然同情 他是個人才 文筆不錯 但重點是你張景深 你掌握大權 你是個政務官 你負責交通這方面 你也知道台灣 每年死這麼多人在交通事故 今天你們的朋友死了 你就忽然間在那邊大發感慨 希望有一天能夠怎麼樣怎麼樣 這是像樣嗎 無視就冷的人 你們就不然會擔心就對了 這樣就意思說你多四個 民進黨多四個 台灣才有救 民進黨多死一些 台灣才有救 要這樣子嗎 我搞勞工運動 台灣的勞動階級 都是騎摩托最多 密度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有一年去了馬來西亞 朋友載我上高速公路 竟然發現他們的高速公路 汽車道之外 最旁邊機車道 機車可以上高速公路 台灣你看 不但沒有考慮到 最大多數的勞動階層 如果你從台北上下班 可以直接上高速公路 他們可以省掉多少紅綠燈 而且速度可以增加多少 我們不但沒有高速公路塞 開汽車的不方便 拓寬 車道拓寬 有幫汽車主考慮嗎 拓寬不夠 還弄了個高架 你看高架上面 也是為汽車服務 你這樣一個政黨 你今天在感慨說死這麼多人 是的 台灣的交通 特別是台灣的勞動階級 那個摩托車是生命之所在 也是一家生計之所在 你們有爭當一回事情嗎 在那邊講這種話 說真的 我看了不看沒好 一開始以為有希望 後來看得真絕望 越看越生氣 都是這種吊吊這種德性 這是民進黨 然後你說我又沒冤枉他 王國才這個又出來了 你們把國民黨那一套 過去最痛恨的官僚 官場文化 巴結長官的 更發揮到淋漓盡致 一朝天子 一朝臣 誰當長官 所有東西 所有的榮譽 都要歸他 所以出版 提示都要用他的 出了一本繪本 今天是這個繪本的作者 看不下去 跳出來 為什麼 因為在林佳龍任內 做了這個繪本 林佳龍序言也寫好了 就忽然間下台 結果這個局長 竟然就把他整個銷毀 印好的活生生銷毀 重新再印 然後林佳龍的序就不見了 再花三十萬 來回花掉六十萬 那三十本 那三十萬前面的 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銷毀 結果那個應該是什麼 航海局怎麼樣 本來人家問他 說有 都沒有銷毀 還睜著眼睛說瞎話 就認真一追 走就銷毀了 你今天民進黨 關大學問大 那有必要這樣知道嗎 林佳龍也是你們自己的人 至少林佳龍還有點擔當 而且已經完成了好的序 書都已經印好了 硬生生把它銷毀掉 我告訴你們 你們只看到民進黨不是我在罵他 他們真的是比國民黨還變本加厲 那真的還嫁人 還嫁人 還嫁人 還不知道嫁人 不能說那句話 還不能說 但是蘇貞昌 羅馬正立文 他們不能這樣 所以這三人接下 單民文 你怎麼嫁人 你是真的為百姓的文情 真的為百姓問政 還是在幫你們民進黨遮羞遮醜 再希望趕快烈火 那你就是不要讓真相出來 對 那個貪污結構就被你們弄下去了 然後你們可以繼續分贓 是這樣子嗎 你算立文 早就該下台 現在蔡英文真的希望蘇貞昌下台 因為游盈龍說不見得是這樣 不見得 因為明年有大選